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8月4日星期一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经过上个星期的震撼教育 市场逐渐的恢复元气了 台积电 鸿海等电子全职股出手护盘 指数稳健走扬 成功收复了9300点关卡 加全指数收盘上涨63.68点 收在9330.19点 成交量缩小到875.37亿元 化工与塑胶依然是空方追杀主力 类股跌幅分别为2.48% 以及1.95% 化工当中融化一路跌停锁住 冬连长新触及绿灯 塑胶的台聚 华夏等八档跌停 不过气泡事件衍生出减少的AN 以及PP一日是聚饼锡的原料 预计台塑将成为受益者 股价受冲击有限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金融全球的一个市场震荡 主因是因为阿根廷陷入了主权债务违约困境 葡萄牙银行爆发了财务危机 让全球乌云照顶 冲击欧美股市纷纷回荡 导致与股市联动性高的金融股 今天也展开补蝶 由富邦金国泰金两大龙头 开盘带头回蝶 肋骨指数跌破了1100点大关 现行转趋弱势 太阳能族群古王朔和 今天除袭开高走高 盘中涨幅超过6% 逐步迈向田席 表现亮眼 带动了太阳能族群逆势走强 预计有超过2%的涨幅 而茂迪新日光则是在盘中 顺势游黑翻红 由翼龙店新唐等IC设计厂 都释出了第三季PC试况 乐观的讯息 因此键盘控制IC厂训捷 由于和PC产业的联动度很高 再加上无线充电的产品 出货再集 股价在盘面上表现亮眼 甚至是冲上了涨停板 检测设备厂得利 打入了苹果供应链 自动光学检测仪 以及自动测试仪等设备 拉货供应求 经历了7月份的合并营收大要进 冲高到了10.69亿 改写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股价涨停板开高 而且在两个小时内 就挣出了将近有8000张的巨量 根据市调机构的一个调查 由于台湾中元节普度的商机超过300亿台币 吸引了各大的食品业者加入战局 甚至沿通路业者 网购业者也都加入 也让十大的中元节概念股 包括统一爱之味 全家润泰新 商店街网家等个股 成为市场上的新冲 法院在其货的布局 三大法院的买卖超盘名 外资买超了11.03亿 投信买超了2.96亿元 而贱易商买超了10.96亿 三大法院同步买超了24.97亿元 享受一同来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计三大法人 空单是小增了147口 是234口 这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观点的部分 外资证券是纷纷提出的报告表示 台股近期的回错 只是因为个别企业的财测表现 有好有坏 不过这个碟市 反而提供投资人加码优质企业的机会 其中认为日月光目前的股价 来到诱人的位置 因此强烈的建议投资人买进 Mogastelli认为 即使小米4的低润容量升级为3G 但是可能带动的低润需求 似乎有限 因此大膜认为 华雅科缺乏催化剂的机力 将这个平价平等 从买进的位置降到了中立 目标价维持在58元 隐形眼镜龙头F金可 上半年税后大赚了7.41亿 美股盈余来到8.01元 创下历史新高 美宁证券以及摩根斯特利尔都认为 金可在高获利下 股价遭到了低估 因此全力喊出买进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中文字幕提供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 房屋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加上年底选举因素 让不少银件业者决定 在第三季积极推案 让原本属于淡季的农历7月 在国建国阳红盛 新复发的业者推案下 暗量接近旺季的水准 受到家电业务业绩持续成长 加上处分收益 冬元上半年EPS渴望赚进1.2元 指望下半年反正认为 气候炎热 将有助于冷气机销售 预估第三季的获利 有机会优于去年同期的水准 由于大陆基础建设 进入了抢空期 水泥价格8月渴望向上调整 市场预期 受到需求增温 下半年的水泥价格会比上半年 上涨15% 台泥下半年的毛利提升 预估会比去年同期增加两成以上 根据交通部统计 7月汽车领牌突破4.5万台 创下2005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其中核泰车7月领牌数 比去年同期成长17.4% 达到1万6千辆 累计前7个月 市场占比高达33% 稳坐汽车销售龙头宝座 中信金明天将举行法说 为金控法说月揭开序幕 市场将聚焦放在 中信金的并购题材 海外布局以及下半年的 获利动能 有没有机会再为中信金业绩 带来更多的激励 背光模组厂中光店 第二季财报报喜 每股赚1.12元 创下了2010年第四季以来的 新高表现 累计上半年 每股税后盈余是1.74元 推升中光店上周的股价 逆时抗跌 今天是延续走势强劲 一度占上了40元的关卡 是三个多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传承市中心永恒价值 超值蛋黄区 信仙艺金门牌 art deco流金艺术 360度城市环境 捷运信仪县 广辞预定战前 一层一户 全新管控 信仪计划圈 假山林封艺 23465511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华镇月饼 即日起至8月17 七五折优惠 赶快把握机会哦 请快拨打29753310 29753310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副老师倒快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 也是 带友 吹记贴 生用气疗 五分钟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新台币端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升值了2.9分 达到30.040元 兑换1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6.28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看看 weiterhin 壺 台湾 市区 广州 高知 市区 市区 高知 市区 市区 国际重大财经讯息 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 引发俄罗斯大型银行业者 批评欧盟将金融服务业 纳入制裁范围的做法 其中俄罗斯最大的联邦银行就指出 不只销入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 也对于缓和乌克兰情势毫无帮助 西班牙劳工部公布 7月申请请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比6月相比减少0.7% 更比去年同期减少5.9% 显示出西班牙的整体经济 正在乐观复苏当中了 使得之前严峻的失业状况出现改善 彭博社报道 新加坡股市去年10月 在三天之内 由于水脚股大跌 造成市值蒸发69亿美金 因此西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 将开始要求投资人 提出交易价值5%的抵押品 并且提供更多的空投部位讯息 希望能够借此来协助投资人 恢复信息 日产三宁两大日本车厂宣布 将成立合资公司 攜手打造业界售价最亲民的 小型电动车 日经新闻指出 如果研发进度顺利 新电动车预计可以在2016年上市 售价预期可以压低到 150万日元左右 大约是44万新台币 相当具有市场竞争力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中国大陆股市 今天是由金融与大宗商品股 带头上钩 此处登上了8个月以来的新高点 详细数字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重大的财经讯息 世界先进召开发生会了 公布第二季财报 每股赚进0.8元 总经理方略认为 第三季的展望预告 金元出货持续成长 产能利用率维持满载 金元代工厂世界先进 公布第二季产能利用率达到百分之一百零四 出货比第一季成长三个百分点 毛利率站稳百分之三十八 总经理方略公布第三季营运展望 维持乐观看法 由于客户在本季仍然维持不错的金元代工需求 在加季金元三厂既有客户的订单以后 我们议期金元出货量与上一季相比 将计增约6到8个百分点 面对法人提问 世界先进三月份刚买下的 南科八寸金元厂圣浦 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贡献营收 总经理方略表示 圣浦厂依照计划进行 七月份已经开始进行测试 预计今年第四季就能看到成果 我们在七月一号交割完成以后 现在就已经在做技术的认证 那么很快的大概在第四季 我们就会有产品的产出 金元代工二哥连电 日前法说会上预估第三季营收与第二季持平 营收计增只有1%到4% 不如外界预期 不过世界先进没有悲观理由 订单能见度看到第三季地 产能利用率维持满载 预告金元出货成长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下半年营运没有衰退疑虑 林志远 陈永复台北报道 IC通路商文业举办法术会 公布第二季财报 合并营收年增超过两成 改写历史新高 董事长郑文宗预期 下半年在大陆政府大规模的 部件LTE的设备 以及国际品牌 大厂陆续推出了新机带动下 成长态势不变 与现场法人交换名片 握手寒暄 文业董事长郑文宗 带领公司高层 一同出席法术会 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 今年整个上半年的财务表现 是比预期的还好 我相信是相当不错的结果 公布第二季财报 合并营收达到 257.11亿元 寄增11.75% 年增22.33% 超越先前法说会 预估的255亿高标 税后大赚4.57亿 EPS 1.29元 要让营收获利表现好 董事长自有一套办法 作业程序的改善 以及物流作业的改善 所以我们不论在毛利的掌握 或在成本的控制 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体质调整成功 业绩当然亮丽 毛利率较上季上扬 来到5.92% 同样突破高标 从获周转天数 更从上季的53天降到50天 优于预期 预估第三季营收 渴望持续成长 达到275到291亿之间 再占新高 对于需求面 基本上我们也是持 比较正面乐观的态度 加上半导体 基本上在各个领域的表现 都在增加 下半年我们也是持 比较正面的方向看待 乐看大陆政府大规模 部件LTE设备 以及汽车 电子 工业控制 物联网等商机 此外国际大厂 陆续在第三季推出新机 也渴望为公司营收 增添新活水 福利社罗关宇台北报道 手机品牌厂三星Sony 纷纷陷入了产品动能趋缓的苦战 三星发布最新一季财报 获利出现了2011年以来 首都下滑 坦言下半年的倍感压力是出现了 Sony则是下修了全年智慧机预估 从原来的5000万只下修到4300万只 Sony游戏机PS4大获好评 引领娱乐事业回村 不过传统电子产品需求直直落 公布最新一季财报 在出售VIA PC事业部门后 尽力达268日元 持仰757.3% 但却下调全年智慧机销售目标 来到4300万台 电视也下修50万台到1550万台 在今年我们希望在 这个Smartphone的营业额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占到 两成五左右的一个业绩 虽然下坎出户目标 但供应链透露 Sony已经开始新一轮的产品设计 价格定位调整 在新品驱动下 明年第一季渴望再登高峰 不过外界更关注 台厂供应链 包括人保 华冠和富士康 是不是受到影响 有消息指出 内部制造订单已经先做调整 所以在Smartphone的部分 我们将不会提供 我们出货的guide line 但是我们年度的出货的目标 我们都照进度再达成 不只Sony 陷入产品动能趋还苦战的 还有三星 最新一季财报 获利由一年前的7.77兆韩元 降到6.25兆韩元 是2011年第三季以来 头一遭下滑 分析师把原因归咎于主要业务手机销售 表现不尽理想 三星也坦言 手机部门获利在全球竞争升温下 下半年挑战 倍感压力 林松出付特导 笔电品牌大厂宏基拼转型载造 实行长陈俊胜看好前景 以实际行动力挺自家公司 上任7个月增加持股到800张 8月又挖角了前英特尔高层担任 自建云屋的一个主管 9月又有德国消费性电子大战 包括了手机NB平板等等 都将有旗舰级的新品推出 我们现在情况相当的挑战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 公司目前的情形 公司目前的情形 宏基执行长陈俊胜 今年1月跳火坑接手职务 成立投入拼载造 上半年机售转线 欧洲跟亚太蓄战率都只跌回升 成功转亏为盈 同时也身体力行 自掏腰包 买进宏基股票800张 根据宏基公布资料 陈俊胜到论时没有宏基持股 2月增加50张 6月再增加750张 总持股达800张 市值将近2000万元 显示对公司很有信心 报月又挖角前英特亚太品牌业务总监 王定凯 目前担任宏基自建云业务主管 我们相信这个industry要走到自建云 我们认为应该要做事 在这个方向里头 怎么样 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 寻找到利己的机会 在座转型船机渐渐浮现 陈俊胜透露目前所有产品线都出货 就像第二季在北美夺下框布和LCD萤幕双料冠军 这些后紧接着就是发力 只要在德国举办的消费电子展 不论手机NB平板等产品都将旗舰机新品推出 两岸油脂大厂南桥上半年税后大赚4.7亿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超过三成 南桥加速扩增产能 启动上海金山建厂计划 至于天津厂的冰品部分 也在去年开始经营代工业务 将加速发展自由品牌 有助提升获利表现 客户冰品热卖 供应商南桥启动扩产计划 尽管早在桃圆厂投资两亿元增设产线 依然供不应求 规划再新增两条饼皮产线 分别在年底前明年初渴望全数投产 预估新增的投资额至少一元起跳 南桥上半年较出亮眼成绩单 税后大赚4.79亿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34% EPS1.93元 预期下半年在中秋年节等 节庆档期溢注 油脂厂加动率将逐步提高 表现渴望优于上半年 目前南桥大陆油脂总产能约1.5万吨 将启动上海金山建厂计划 天津厂冰品部分也在去年开始经营代工业务 今年则将发展自由品牌 至于餐饮事业也不松懈 宣布斥资超过6亿元 在日本新宿买楼 规划由旗下点水楼率先抢摊 查其日本市场 预计最快明年初开幕 为集团餐饮市场布局写下新里程碑 辅助神陆关宇台北报导 隐形眼镜双雄 上半年财报出炉 双双改写历史新高 今可上半年税后 纯益突破7.4亿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 EPS较出了8.0亿元 今可强调 未来将持续利用双品牌策略 瞄准高端产品获利全开 摆脱眼镜框架 戴上隐形眼镜 方便性以及美观 深得不少消费者青睐 F金客社会过去五年 集团营收复合成长率超过两成五 获利复合成长突破三成以上 持续站稳大陆市场龙头地位 各种对中国市场的预估很多 基本上我们的预估会比 其他的市场的成长还要再高 公布上半年财报 营业利益9.05亿元 年成长高达36% 税后大赚7.41亿 EPS8.01亿元改写新高 其中第二季税后盈余4.05亿元 与去年第三季历史新高的4.08亿元 相差不过300万元 营运动能强劲 从这个使用人口的增加 跟长周期转成短周期这个动力 加起来是很大的成长 未来在高阶市场的布局会更完整 对手精华表现也十分亮丽 上半年税后净利8.72亿元 年增百分之16.45 EPS17.31亿元 由于隐形眼镜的高毛利 高成长性 近年来也吸引不少电子科技大厂 包括硕和能力 名机友达 大力光等厂商前进布局 想要跨界捞好处 能不能在同业中杀出一条血路 就得各凭本事了 富士学龙冠宇台北报导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下沙 下沙 只要四折 红天雷满意送单感 回馈大放送 即日起参加 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 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们还好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受到面板缺货的影响 电视品牌大厂纷纷提前拉货 因应感恩节市场需求 根据研调机构表示 电视品牌厂今年力推60 65寸的电视 其中有达供货给Sony 三星使用 在大尺寸面板市站位居市场第一大 下半年出货看多 为营运带来强劲的动能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 7月的PMI指数 受惠新增订单 生产指数等上升益柱 较上个月是微幅上扬 0.3个百分点 来到58.5% 扩张脚步持续加快 展望全年的经济情势 院长吴中书相当乐观 预估GDP保三没问题 阿根廷倒债危机再度浮现 与债权人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 在7月30号正式宣告破局 也让阿根廷陷入13年来 第二度债务违约 美国则受到企业财报不理想 QE退场以及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多重利空冲击 导致美股乌云照顶 阿根廷像在今年早期出现的葡萄 这些局部地区金融机构不稳定 或者是国家债务不理行的情况 这个对国际金融市场 非有一些压力在 对国际经济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 显现的一种明显的大碍 不畏他国经济风险 吴中书抱持正面态度 认为国内经济动能强劲 公布7月P&I表现 社会新增订单 生产以及人力雇佣指数上扬 推升P&I较上月成长0.3% 来到58.5% 果然令人满意 以目前景气扩张的阶段 虽然说还是有一些杂音来讲的话 整年维持3%以上的经济成长 应该是看得到的 同样较出好成绩的 还有大陆P&I 在政府维持机政策带动下 从6月的51 一口气上升到51.7 远优于市场预期的51.4 改写2013年 元月以来最佳表现 富士旋路关羽台北报道 积极推广低价手机的华硕 继台湾印度市场反应热烈 要再抢进中东市场了 华硕表示 中东地区的智慧手机渗透率 比大陆 欧美等国家来得低 继三星 苹果 华为 都宣布要进入中东市场之后 华硕同样要在中东国家 抢攻市场的大币 手机晶片厂联发科 第二季营修和获利同步 创下历史新高 上半年EPS14.89元 展望第三季营收 渴望迹增13%再创高 毛利率值高达48% 同时上调今年全年的 智慧手机晶片 出货量的预估 飞瓶阵营对苹果新机 iPhone 6严阵以待 纷纷推出新机迎战 加上中国LT需求兴起 联发科公布第二季营收和获利 同步创下历史新高 营收来到541.33亿元 EPS8.03元 累计上半年EPS14.89元 赚进将近一个半股本 第二季角处亮眼成績 展望第三季 由于中国市场需求畅望 宣布上修今年智慧手机晶片 出货目标 从原来的3亿套上调到3.5亿套 彩色部分合并收落在 568到612亿元 计算5%到13% 挑战连续第五季 继成长记录 毛利率估在47.5%到49.5%之间 可能较第二季略为下滑 应该就从季节性跟产品来讲 等于是一个比较展望上是不错的 另外面对竞争对手高通 在中国推出4G晶片 犀利价格强势 联发科认为市场竞争永远存在 不会特别打价格战 不过高通推出的犀利价格 却遭到大陆调查 以似涉嫌垄断 一旦被认定属实 将面临最高人民币70亿元 这核心台币约344亿元罚款 林宋春傅他到 瑞萱积极瞄准电视品牌市场 要在美国台湾挑战出货倍增 只往下半年瑞萱预期 9月开始进入北美的出货旺季 第四季将是今年的出货高峰 下半年营收将会比上半年成长两成 IC设计大涨Apple RAY 上半年的税后净利突破5.3亿 较去年大增超过两倍 主要就是受惠于大客户 苹果新品即将上市 加上英特平台渗透率拉高 带动出货大增 预期第三季渴望再供营运的高点 大客户苹果新款MateBook 以及iPad即将上市 加上英特Huswell等平台渗透率拉高 IC设计厂F普瑞 大弹苹果材 第二季营收年增率高达73.9% 税后净利更加去年同期大增1.35倍 动能强劲 从第二季开始在 percentage在pick up 那逐渐在第三季第四季 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模特 在用这个 这个UDP的 第二季表现稳健 推升上半年财报超强烟 营收27.58亿元 年增93.1% 虽然毛利率小幅下滑5个百分点 但累计上半年税后精力 仍达到5.35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两倍 EPS较出7.22元 同样身为苹果供应链 另一大厂锐仪表现较不理想 第二季营收下滑 来到107.41亿元 创四年来单季新低 但获利持稳 税后精力7.85亿 EPS1.69元 累计上半年EPS3.07元 主要就是受到苹果拉或地盐影响 预期9月营收 才会出现较大增长 摆脱衰退局面 分析罗关羽台北报道 自动化控制需求强劲 上营7月出货超乎原先预估 上营表示7月机器人出货突破100台 预估8 9月出货状况更好 下半年业绩足迹成长 全年机器人营收占比 渴望突破一成 立即行记忆体大厂滑邦店 以及旗下的新唐举办联合法说 两家大厂同步缴出好成绩 其中滑邦店第二季合并营收 突破97亿 计增超过一成 EPS0.19元 总经理占东易预期 第三季在客户新品出货带动 营收渴望再攻高峰 财刚与13家银行签订五年期的 90亿元连贷案 准备大抢穿袋装置 以及物联网等低容量记忆体商机 华邦店总经理詹东易 又马上在法说会上 送出利多消息 这些电子产品在下半年 都会有一些新的模特出来 所以我们目前第三季看起来 不只是第二季看起来 整个市场的需求 价钱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我们觉得这个热度会一直延续到第三季 预告第三季 在客户新品出货带动下 营收获利渴望双双上扬 其实华邦店六月营收 就已经找出不错的表现了 达到33.13亿元 创近三年来新高 推升第二季合并营收 达到97.42亿元 计增11.32% 税后大赚7.84亿 EPS0.19元 可能会有些波动 是因为有些新产品 在第三季已经布的差不多了 所以第四季下群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做一些 所谓的库存调整 坦言第四季可能会面临 客户库存调整影响 目前能见度不高 不过对于旗下新唐 未来展望都是十分乐观 新唐今年至少在PC产业不错 而且他们一直在公控这方面 尤其在micro-C在公控上 本台的市场就是不断在扩大 与公司高层排排座 新唐第二季税后经历 来到1.8亿元 较上季大幅成长3.07倍 EPS0.86元 预期在语音IC 微控制器以及晶圆代工业务 同步成长下前景看好 福利省的关羽台北报道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 发生严重的本城爆炸意外 传出多家的企业停工进行检查 国内在昆山设厂的 两大苹果软板厂台郡和嘉莲 依旧表示平常定期检查 目前营运时正常的 并没有受到影响 红达电第二季成功 油亏转移EPS2.74元 不过第三季猜测失色 受到主力击种过了销售高峰 预期在营收季减约27%到35% 每股存益0.05元到0.69元之间 一体成型金属机身高通色性处理器 主打双镜头强化景深功能 宏达电今年3月推出旗舰机M8 收到好评 不过销售高峰在5月高中 法说会预告第三季营收下滑 营收落在420到470亿元 比第二季大减27%到35% EPS落在0.05到0.69元 事实上真的要非常努力 因为面对的挑战 不只是三星与我 后面有华为小米等等 这个不仅是在行销方面跟设计方面 什么东西都要图获 主力击种过了销售高峰期 宏达电之前的逐迹成长之说 马上落空 公布第二季营收 651亿元 EPS2.74元 累计上半年每股获利0.46元 现阶段主要目标要维持一定获利 观察第二季在中国印度市场快速成长 中介机种Design 816在中国销量 甚至超越旗舰机M8 希望既已带动第四季营收和获利 宏达电透露 接下来在中国将以一波新品上市和行销操作 预期第四季在中国出货量 渴望较第三季至少成长两到三成 另外印度第三季出货量较第二季倍增后 第四季也能较第三季小量成长 零送重复特导 风新钢铁本周报价连续第八周维持平盘开出 风新就表示夏季持续限电 各钢铁厂都利用这段税修 导致废钢需求降低 再加上下游的钢筋等成品出货相当正常 相关的产品价格大致稳低 Google近来积极推广穿戴装置 以及框布笔电平台 博对广告本业一点都不敢掉以清晰 下半年要继续靠着影音平台 防堵行动广告收入暴冲的脸书 搭配游戏画面以及生动活泼的声音 有不少人在网络上靠着影音平台吸引人气 赚进广告收入 根据Google最新财报显示 第二季营收来到16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22个百分点 游戏营收比重来到四成 外传Google为了增加广告收入 考虑并购尖锋时刻流量超过脸书的Twitch Google首度对外澄清 这是谣言 对于下半年行动广告成长目标 联媒出席的策略伙伴首度表示 要全力冲刺点阅率没有设定一定幅度 目前也没有一个一定的幅度 我们只是观察说跟去年比起来 我们的点阅率游戏这一块其实又创新高 不过同样进军行动广告业务的脸书来势汹汹 第二季财报表现亮眼 获利成长超过一倍 其中行动广告收入占比来到62% 对回头拉抬行动广告收入的Google 势必造成不小威胁 林志远 陈佑富台北报道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加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华珍月饼 即日起至8月时期 七五折优惠 赶快把握机会哦 请快拨打2975 3310 2975 3310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男友 最记忆啊 享用记忆啊 五分钟 理财周刊 携手赢家日报 给您无限的可能 精辟盘时分析 精准火线强固 专业内容 值得您信赖 现在订阅12期 理财周刊 加送三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6888元 现在来电 再想赢家日报 免费10月哦 活动详情请 请郭达赢家专线 02-239-26680 239-26680 昨天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 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 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没当作意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 有些人效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辉煌会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 巡逻出出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的污染 地主还真的被关 而且 最多可以活动三百万人 请在那边 欢迎保护数 欢迎幸运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欧美股市持续的软角 不过雅股与台股 多头是纷纷展开自救 台北股市 先由灾后重建概念股钢铁 水泥奋起 接着电子也积极展开自救 半导体NB搭配股王大力光 都有强坛演出 十点过后 大盘缓步震荡走高 虽然买盘依旧略呈现观望 但顺利地攻过九千三 并且回补上周五 跳空缺口九千三百一十三点 颇有修理落井下石的空单的意味 加权指数收盘上涨六十三点 以九千三百三十点作收 成交量是缩小到八百七十五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非常熟悉 日盛期货的林志斌 分析是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终点 志斌晚安 晚安 请到志斌 今天的台股还是相对比较强势 让投资人士有一点惊喜 是重回了一点信息 明天的盘势该怎么看待您的看法 好 如果今天整体的盘势的话 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 因为今天来讲是属于一个开高 而且红K收到最高的一个格局 而且是回补了原本的一个7月31号的空 7月8月1号所造成的一个空方缺口 已经要来挑战我们7月31号之前的 那一个场黑K棒的一个位置 而且今天的一个盘中 其实一开始是主要是由电子股 这边来做一个比较强势的 一个攻高的一个态势的 尤其是在台积电 鸿海跟大力光三支股票的一个带领之下 整个盘局在开高之后 一路的一个向上做一个拉抬的态势 而在五盘过后其实就转究金融 来做一个向上攻坚的一个态势 尤其在富邦金这个部分 其实五盘很明显的 去出现一个比较强势上攻的力道 也将整个盘局再度推升 突破了9300点的一个大关 甚至回补了一个 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 8月1号的一个空方缺口 进入所谓的挑战 我们的一个 7月31号的那个 很长黑K的一个态势 但是目前来讲 目前比较需要的担忧的一个部分 是主要在于今天的一个量能部分 今天量能只仅只有875 已是属于相对偏低的一个态势的 这个量能的话 恐怕还难以去回补 我们之前的一个 刚才所讲的 7月31号的一个 长黑K的一个位置 就目前来看的话 除非它能够快速的 站回五日军舰之上 否则的话 我们认为整个盘局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 相对空方占优的一个部分的 尤其是等一下 我们还有所讲到的就是 等一下筹码面的一个部分 目前还是属于比较空方占据优势的话 以目前的一个相对低量的一个格局的话 可能后续会转为比较主要在 跟长黑K的一个下方的一个位置 做一个狭幅震荡的态势 而后续比较转为弱势的一个格局的 是在目前台股计数面的最新解析 而在筹码面的部分呢 这边应该会投资人做一下 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 如果今天的一个盘后的一个筹码出来的话 虽然外资在现货的一个部分 三大法案这个部分 都是呈现买超的一个格局 外资买超11亿 自营也买超10亿 都是属于相对好像有拉抬现货的一个格局 但是这个部分却可以发现在台子期的一个部分 外资却是明显的一个加码空单的一个部位 在今天来讲是加码2432口 目前流仓的一个进口单 已经来到8561口了 进口单逐渐做一个累积 而且外资呈现一个买现货 就是空期货的一个格局 有拉抬现货 而且转从空期货的一个格局的话 是比较相对不利后市的一个发展的 甚至在特定法人跟十大交易人的部分 特定法人这个也不妨做一个空单 做一个持仓的 而且目前流仓空单 也转为一个进空单的1002口 都是筹码趋于偏空 这对于后市来讲要去回补 我们刚才所讲那个 7月31号长黑K的一个态势的话 则是相对不利的一个格局的 甚至如果我们来看到选择权的一个部分的话 也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属于偏空的一个态势的 因为我们选择权过去来讲 比较常去所观察的 都是属于在自营商这个部分 自营商在这个部分 持续做一个净C口的一个加码 净C口越加码越重 代表上方的一个压力越来越重 这样的话要去做一个向上突破 难度也就是越来越高的 而在自营商在卖权的一个部分 则是加码了属于一个持续加码 进买入卖权的一个部分 这样持续买入卖权 这显示它还是比较相对偏空的一个格局的 C口加上Biped 这我们过去常常讲到的 C口和Biped合成起来 是属于一个放空期货的一个格局的话 后续来讲 这个对我们整个盘局 都是比较相对不利的 要去挑战我们刚才所讲的 7月31号的一个长黑K的态势 也都是比较相对没有那么乐观的 所以目前在整个期货 跟选择权的一个筹码面部 而在外资的一个动向 投资人该怎么来做一些解读 尤其目前外资似乎 还是比较偏空的一个看待 而在买卖权跟散户的指标 最新的一个解析也进入协调之逼 好 如果就买卖权 欧外序列分布的一个部分的话 就今天来讲 买权的一个布局 还是持续的再向下来做一个逼近 尤其是在9300 9400 9500 这三个序列 平均都是相对增加是比较多的 平均增加3000扣以上的话 这边来讲上档压力 还是持续压在9300点 这个位置 我们认为这个位置要去突破难度 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除非能够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能够快速站回五日均线之上的话 这样多头还有一线升级 否则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空方占优的 而在下方的话 我们卖权的一个部分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支撑力道 就是持续维持在9100点 这个位置 因为最主要来讲 这个位置其实在持续 卖权的公安 持续做一个累积 目前的一个累积量 已经来到5万口以上了 这边来讲 9000 9100 是处于比较明显的 一个下档支撑的一个位置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预估在整体正当区间 大概是在9100到9500之间 是比较相对有可能性的 但如果来看到小台散户 筹码指标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一个散户的一个 未平仓量还是属于一个 多方占优的一个格局的 目前散户持仓 还是属于都持仓 持仓多当 持仓相对比较多 因为散户还是习惯 去呈现一个回档 去承接多单的一个布局 所以目前散户的一个 多单的一个流仓口数 是超过空单将近40个percent 这个流仓的比重 是相当的一个高的 也显示我们回 我们持续指数要做上工的话 恐怕会面临一些 卖压的一个呈现 这样的话不利指数上工 而且在接下来讲的话 真的指数要做一个攻击的话 难度是会比较大的 而另外大概在两分钟进广告 也很快速请教 致逼在 VIS恐慌性指数的最新动向 也是您持续为投资人来做追踪 目前的一个VIS指数 该怎么看呢 如果就今天来讲的 一个VIS指数的一个部分的话 盘中还是持续做一个 向上串升的一个态势 虽然今天的VIS指数 就是呈现走扬之后 逐渐缓步走低的一个格局 但是整体来讲 今天的VIS指数还是呈现 扬升的态势 显示整体的一个避险气氛 其实有明显的一个 做一个转强的一个格局的 这个转强的一个态势的话 如果持续向上做一个扬升 突破12的水位的话 我们可能要留意 是不是空方狙击的一个力道 又在降临呢 但是如果今天以目前来看 因为目前的整体VIS指标 已经触及了整体B-band的一个上缘的一个位置 如果后续转弱的一个格局的话 VIS指标持续走落 跟接近11的一个水位的话 我们就可能认为 后续的盘局会比较属于横盘震荡的一个态势 虽然还没有到达能够一举 就是回补7月31号的一个 整体长黑K的一个位置 但是就没有那么 立即性有空方的一个危机 但是长线来讲 以目前VIS比较属于高档水位的话 还是要特别的一个留意的 好 非常感谢日盛 请问期货林志斌分析师详细的解析志斌 谢谢 嗯 不会谢谢 好的 以今天的收盘位置来看 上周五趁着国内外的多重利空 落井下石的空单是今天是遭到修理了 多空又回到发生多重利空的位置角力 美中不足的是依旧是成交量能 成交量再度缩小到900亿之下 使得失守的月线 已经是达到7个交易日的台股 暂时仍只能界定为反弹格局 大盘暂时仍然是以这个月线 季线之间震荡的整理来看待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就这一同来关心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轰天雷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运动员是台湾的骄傲 政府的情力支援 然然已现 他们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让你向上推进的每一寸 都整理我的一份力量 企业赞助 企业有故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房台准备 做得够不够 准备纱包 固定招牌 疏通勾取 不怕风雨来 目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房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 逃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 台湿蒙甲的女人 敬请期待 今天要讲的主题 是现在时效最夯的自行车 你知道吗 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机吗 不然怎么短救世界 很危险耶 会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后 可以骑自行车吗 不行 这也不上道 知道吗 晚上骑车要使用车灯吗 不用啦 人家车子 盖手 哎呀 要开啦 跟别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车 不可以使用手机 不可以喝酒 夜间骑车 使用车灯 铁马安全行 自在好心情 交付 关心您 昨天说辈啊 我已经找到几个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暂时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不可以做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哦 有些人笑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辉煌会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处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的污染 地主还真的被关 而且最多可以活得三百万人 请再加长地化无数 欢迎新民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 素养教育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自信专线 0800-005-788 不障碍住宅 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宣传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领者 能有一个友善 变得越大 一家的大力 越来越 越来越